已经有民众在自己处暴风发现 生态地当中出现金利和欧贵仪定 非关心不中 欢乐的危害到生态 自己研究中心付研究完表时 无情水地都有定期进行捕捞遗毒 请民众不免欢乐 已经有民众发现 自己处暴风的生态地来内 有金利和欧贵仪 欢乐的破坏生态 对处中部研究中心的付研究完也作出回应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农业部林业试验所 嘉义研究中心的嘉义树木园 这个园区就是各位所熟悉的嘉义植物园 意思是雷同的 我们这个园区主要早期是做 台湾的热带经济树档 就是从南两地区为准的 像东南亚澳洲引进的热带经济树档的 那个研究发展 比如像幼木、印度紫檀 然后陶阿西木 这几个都是热带的经济树档 还有做什么 那个巴西香蕉的那个经济发展 那随着整个时代的背景不同 林业的变革 研究发展的变革 我们现在主要的功能是做 保育 就树档的保存保育 第二个做环境教育 就是树木的栽培管理健康维护的一个教育训练 还有做展览 像我们现在正在展览是巨次种子展 展览活动 现在是整个我们嘉义树木园整个的经营 管理的一个发展目标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民众最近都有人反映到一个问题 就是生态水池的无锅雨稍微多了一点 那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水池的构造 是从下游的河川 抽那个水上来到我们的池子 再由我们的池子再放水到那个河川 所以我们的整个生态水池 基本上是跟上下游的水域是相通的 那所以雨卵在那个水池里面 经过我们的抽水机的抽上来 就变成在我们的池子里面 那加上民众在正常来讲 假日都会西架带券来做什么喂养的动作 就是面包穴或者一些食物的喂养 所以让无锅雨长得非常的快速 那我们正常来讲大概三个月 会进行一次的那个无锅雨的那个总量管控 会把那个生态阻景给降低 这样把它移除到比较大型的那个河川去做那个放生 放养 那让整个水域的无锅雨的量 能够维持到一个一定的量而已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整个园区大甲度来讲是蛮不错 就是说放生的量几乎没有的 除刚才讲的无锅雨之外 常见的像那个井鲤鱼民众会放生 但是井鲤鱼的放生压力比较不大 因为它自己繁殖的能力有限 所以经常一整年之后 事实上数量还是一样多 那另外一个有小部分的放生是那个乌龟 像那个巴西龟 那当然也有一些属于台湾龟都有 但是目前在整个水池的数量都是大概十几只而已 在整个种数来讲算相对近少 那鹿域的部分 目前的动物在我们园区动物像松鼠 一般的鸟类都是正常化 那一般老百姓也很少拿鹿域型的动物来野放 所以我们在整个鹿域型的动物生态或植物生态 这个部分应该以目前的维护管理 都没有多大问题 那也希望说民众如果真的有东西要放生野放 或者要栽种的时候能够跟我们联系 那我们再做一个妥善的处理 以上 去这帮家银家银家银市彩虹不得 网TV又被强势登场 让您好事成双 数位电视高速光鲜宽屏 同时拥有只要月付不到千元 依需求可选择不同专案 还加送区域WiFi无线上网 您还在等什么 赶快拨打320-5888 一起好事成双